哈喽 大家好 我是米果 现在咱们来到邻居家的栗子地这里 这是飞子孝 今天来看一下我们的这边的龙野 这边是我们种的食生苗的龙野 大家之前我们带大家来看过这一座山 这边都是龙眼杂交的食生苗 1819年杂交的种子种的 然后我们是21年种下去的 现在已经两年 看看今年有没有过 因为我们这里有一棵栗子龙眼杂交的 有一棵其他的传牧是龙眼杂交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目前的话这几天前几天一直在下雨 有几株风大的话吹倒了 吹倒了要下雨水淹了一些 有些就死掉了像那个干枯的就是了 看到没有这个 今天大家主要就来看一下这个栗子肥子孝 邻居家的 它这个的话有点密 里面比较阴森 很多阴枝 现在的话它这个很老熟的 很不错 但是它有一些特别是那边那一棵有个在卖那个白叶 很多比较老熟的 所以说它这个夜底再来十几天 十几天的话 它肯定要打这个控烧杀烧药 你看现在有一些它在冒这个白叶 这些就是一定要杀掉的 你看 是蛮多的 像这种的话 这种刚刚转立没多久 所以它这种就没这么快冒 所以这种是比较合适的 大家也看到了 像它那种的话 白叶比较多 像它顶上白叶比较多 像这一些也是 所以说还有十天吧 十天要是能老熟 就可以上面这种 但这种就不行 你这种就杀掉了 它邻居家的这个里面比较阴森了 你看 比较阴蔽 它没有通风透光 而且它的树还是有点高啊 它这个飞子效 还是蛮高的 它这个树形树冠 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打控烧的话 杀烧的话 大家都差不多的 用来用去 都是以吸力多效座 吸效座或者杀烧树 那有些人就复配 杀烧树以吸力多效座 这些都复配在一起 有些人就用两个嘛 所以说还是可以的 浓度的话 大概也要根据 根据当地的情况 寄气温来掌握的 就是那个以吸力这些 如果是气温高的打以吸力 你可以用浓度低一点 像我们平时用以吸力 40%的 控烧的话 杀烧的话 8-15毫升就可以 多效座的话 20几克到30克之间都可以 西效座的话 8-10克都是可以 那要杀烧树的话 如果是6%的 我们就用 8毫升是ok的 如果是3%的 咱们就用13啊 14毫升都是可以的 大家也知道 有些人还会复配 复配就是用一 又用几毫升 三四毫升 杀烧树 要几毫升以吸力 然后再加一些 多效座或者西效座 有些人就比较复配 建议的话 打这种杀烧控烧的话 还是加一点叶面肥 还是可以 就看大家了 反正这段时间 大家一定要注意观察 这个叶底 基本上也要控烧了 不能再出了 你看这种很多 他这边果盐的话 大部分是比较老熟的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一片都是邻居家的栗子 只要这一边是我们种的这个港煤 这个港煤是我们今年种的 大家也看到 港煤是做999港冒林的一种药厂 今天呢就主要跟大家看一下 邻居家的肥子孝 我们讲一下这个 目前的 这个夜里又做的是控烧 杀烧 今天呢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狗 喜欢那么请点赞关注